大家好,今天是2月1日,星期四 今天的市市先有些跌,後面有些升 我個人基本看,市匯會慢慢好 很多人就說,喂,又是2萬億?又是借過哪個? 好,首先你一定要看,那些錢要怎樣用呢? 蒙茶茶的托上給你那些有隻菇 范龜佬還有大約16%拿著貨 以前拿著20%多,現在還拿著10%多 讓它能夠出光 出光是怎樣用呢?那招就用堅壁清野 比亞迪跌到7元,如果 香港很多人就說,哇,你有沒有搞錯? 你走比亞迪跌到7元? 真的呀,跌到7元的時候,迫著死人的巴菲特 全部一手出貨之後,然後我們在8元以上買回來 就炒到上去800元,是不是? 因為你現在想說要有外資來幫你做好事是不行的 外資是害你而已 這樣呢,阿爺也沒有那麼蠢 拿著2萬億,即是給亞迪跌到400元 給你巴菲特菇嗎?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聽清楚是平准基金 平准基金,第一次出現的是 平准這兩個詞是王安食用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當糧食價格是 糧食多的時候,它是買入 就不要鞠箭相龍 當糧食價格貴,即是清皇不孽的時候 它就沽出,就不用到城市的居民捱貴米 所以這個平准基金是一個救火隊來的 舊火隊,你沽吧 你沽到我下來,我就夾你 你上去嗎? 我又出些貨給你 如果你犯規佬想買貨,我就出些貨給你 是不是? 所以要記住是一個平准基金 平准基金是一個舊火隊的基金 不是,好像以前有些人說 哇,你托吧,托吧,托吧,托什麼鬼? 托上去凡規佬菇嗎? 至於內房股的,慢慢吧 那隻是2007和960龍 我仍然在看價位來看看 第一,今天就這麼多板牌升了 讓我們看看 電子消限版分 就是8,這裡是1,這裡是10,這裡是5 即使我一直說,交通設施 一直都是最近排10之內的 這些是同一個板牌經濟的 好了,電子 咦?有些細小的,別管它 創科實以為電子消限的 創科實以為電子消限的 然後就是半導體的 SMPT 上海復旦,中芯,國際的 都升了一些 品質國際也有升 這些其實,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由這隻開始 那這個呢,只有六個先的 沒問題的,喜歡買一點點 只要它不死就可以了 其他這些,這些至這些 其實是可以去想一想 大概一年,應該有些回報 然後再跟著這條補件 這條補件,就不要這麼 納亂買 因為美國老呢 成爲還在這裏 都想去打壓 凡是中國做得好的 它是壓力 中國做得好就是壓力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中國每一天 一定會有反制的 那麼,軟件服務 這些比較大一點的 那些大尺鐵都可以理會 不理不理不理的 那些可以想的 來不來,看看價位 這條補件 至於交通設施 都說過了 最近是因為 是國內的很多的 是 這個回鄉下拜年 所以這些東西就升了 好了,首先看看 其次就是 來這裡 試一下 會不會上到保利家通道中族 上到去就好 上不到去就不好 不過我比較上面有信心 這個保利家通道中族 是將會在下個星期 以至不小心 明天都會被上破了 那如果被上破了的話 那應該在這裡還要 握握一下之後 然後再去上面那裡 好了,那 那,儘管這麼說 今天很多股都升的 那,阿里巴巴啊 騰訊啊 每次元出聲啊